欢迎来到CryptoTrix 在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面的讯息 不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 We're going to make it 欢迎大家回到CryptoTrix 也就差不多前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Solana宣布了 进军移动互联网行业 那将会发行一款基于Solana 这条公链的Web3手机Saga 那并同时推出了叫 Solana Mobile Stack的一个SDK 也就是相当于对开发者来开发手机上 Solana应用的一个软件开发工具箱 可以让开发者轻松的开发这款手机的 去中心化应用以及DeFi应用 Solana这一步棋 我觉得它是下的非常的妙的 那从实际上与Web3的这个生态发展上 进军移动互联网就证明 这要开始侵蚀Web2.0的这块大单高了 那今天的内容 我们会主要介绍一下 Solana这次发布的Saga手机 以及Solana Mobile Stack的一些重点的features 然后我们也再聊聊 这个发布背后对Solana 以及Web3.0的发展的战略意义 还有对整个互联网 以及科技行业的影响 我个人听到这个新闻时 实际上还是比较激动的 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目前 与这个Web3.0还没能兼容 我认为若要让Web3.0可以彻底进入到主战场 在未来拿下世界的话 那移动互联网就必须要啃下 让上亿的用户可以接触到Web3 将这部分市场打开 并同时刺激和推动新的Web3的这个创业者 与这个公司加入来建设Web3 从而真正的改变互联网行业 那下面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次Solana发布的大会上都发布了什么东西 那在之前呢 我想先给大家share一下一些data 那我就是说为什么Solana要开发基于 安卓的Web3的软件套件和手机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数据啊 就是全球的移动端呢 安卓用户在截至2019年 占全全部手机操作系统的87% 而这个iOS呢 大致占比剩下的这些13% 那全球大约有25亿以上的人 在190多个国家使用的手机呢 都是安卓操作系统 那安卓操作系统的东家也就是谷歌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 这个market呢 这个市场也是全球大概有 20%30%40%50%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块如果能进军移动端的话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讲这个Solana要推出 斟酌手机Saga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Solana Mobile Stack出了哪些features 在这个GitHub上 这个Solana Mobile Stack官方文档中呢 这个Stack中的第一个工具 就是叫Mobile Wallet Adapter 那翻译过来呢 实际上就叫移动钱包适配器 这是一个软件协议 协议呢可以允许手机上的钱包应用 链接手机上 甚至是远程电脑上的这个签字服务 而且不仅限于这个安卓系统 在未来同样可以支持iOS 大家都知道 就是钱包对于参与web3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就是到区块链上的接口 不管是这个转账 投资交易或者是参与dapp 钱包地址 签字应用 以及公钥和私钥的存储 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这个Mobile Wallet Adapter 作为一个应用协议呢 对于实现移动端的这个web3应用 是一个非常基本和关键的一步 那这个协议的设计呢 是为所有的移动端设备 提供钱包应用的支持 并会软身在这个Saga手机上 那包含在这个Saga Mobile Stack中的 第二个模块呢 就是叫C-Vault 这是一个钱包的种子库 并且呢 它是一个系统服务 主要是将用户的这个钱包的私钥 种子还有这个密钥 嵌入到处理器的一个 最高的权限的安全环境中 与钱包手机的系统 还有其他web应用隔离开来 那这部分是支持钱包应用开发 然后钱包与私钥的互动呢 是通过这种API contract来完成 这样的捷偶核的一个方式呢 可以防止钱包被攻击 并且保护这个资产的安全 那第三个模块呢 就是这个Saga dApp Store 去中心化应用商店 我个人认为这一步是为用户 打开web3大门的一个关键 那我下面就来讲讲为什么 熟悉web2.0中 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模式呢 那我们知道 像我们目前使用的 这个手机上的APP 都是经过这个Google Play啊 和这个我的App Store来下载 那取决于你这个手机的操作系统 那也就是说 开发者如果需要发布应用的话 以及盈利 那都是需要经过这个 被大公司垄断的商店平台 那目前这两个商店 都会对开发者收取 这个30%的一个收成 而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付费 对于需要付费的这种APP来说 站内产生了所有的付费行为 你都要需要 让这个商店支付 你30%的这个收入 并且呢 除了咱们说到的 关于收入上的垄断 在商店中 各个的展示位 以及谁会被更多的用户看到 除了算法本身 还要这个广告主来花钱 买广告来投放 所控制 所以这应该大家都清楚啊 就我们平时点进到这个App Store里边 很多像你推荐的这个App 实际上是广告主付费投放过后的结果 并且它是根据你个人数据精准的定位给你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一个开发者的话 你开发了一款App 你不光需要支付三成的 你这个收入给这个商店 同时你还要让更多人看到你的这个App的话 那你需要买广告来promote你的这个App 那如果你这些事情你不做的话 那你的这个App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商店里边的角落 无人问津 这样的模式呢 就会产生恶性竞争 导致开发者或其他公司的成本骤升 那Slan的这个DApp Store呢 首先是针对Web3中的这个去中心化应用而诞生的 那目的就是去到这个中间商的角色 来为Slan的区块链上 以及社区中开发者开发的这个去中心化应用服务 据他们称 他们不会像目前的Web2.0的手机App Store 来干预用户与DApp之间的关系 同时呢 也不会收取任何就是这个开发者的收入 来作为一个手续费 那并且最终目的呢 是通过整个社区来共同管理这个DApp Store 达到去中心化应用和社区治理的这么一个目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DApp Store的诞生 对Web2.0的懂断地位的威胁与直面的对抗 目前由于是基于安卓系统的开发呢 这个DApp Store会与Google Play共存一段时间 那允许用户同时在手机上安装这个Web2的应用 和Web3的应用 那这个SMS就是Solana Mobile Stack中 最后一个模块就是Solana Pay 那这个Solana的Pay呢 就是说它是手机端的这么一个支付应用 据Solana官方称Solana Pay是基于Solana区块链上的 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 并且可以融合传统的支付系统 为Solana手机用户提供这种数字支付的服务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Solana Mobile Stack虽然是基于目前的安卓系统开发的 但是所支持的维度不仅限于安卓系统 还有iOS系统 那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从这个打入敌人内部的这么一个策略 来瓦解目前Web2.0移动端的垄断地位 从这个Web2.0的移动端里边埋下一颗地雷 逐渐的让用户平滑的移步到这个Web3.0中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 那看完了这个移动端的软件套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过段时间会随之发布的Solana手机Saga 那Solana Mobile作为这个Solana Labs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呢 也正是同时发布了这款SagaWeb3.0的旗舰手机 这款手机的揭幕是在6月24日Solana纽约一场发布会上 那这款手机呢会包含刚才介绍过的 所有的Solana Mobile Stack里面的一些 features和功能 然后目前是可以接受预售 但正式的发售是会在明年 也就2023年的上半年开启 Saga的售价应该是在1000美金 然后这款手机的制造商呢 是叫OSOM 是一家非常有经验的手机硬件制造商 同时呢 他们也为这个谷歌啊 然后苹果还有英特尔做过很多的这个硬件的设计制造 那Saga貌似是当其这个OSOMOVE的这么一款手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 这家公司就是OSOM 它有一个OSOM Privacy 也就是致力于打造更注重用户隐私的一款手机 那与Saga的结合与合作呢 的确看似是非常完美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手机的性能 那首先呢 处理器是会搭配这XLON 8 Plus的一个GEN1的这么一个芯片 然后配置6.67寸的这么一个AM OLED的一个屏幕 然后12G的内存 以及512G的存储空间 那像相机方面也是搭载了48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 与1200万的一个超广角镜头 还有1600万的一个视频镜头 那这款手机的性能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并且这个性价比也是还蛮高的 那我个人觉得Saga进军移动端呢 是走了非常大的一步 并且对于加密世界的发展与推动做出了态度 在这个熊市时呢 只有不浮躁做全面准备 并且持续可以定位自己 然后创造价值的团队才值得我们信赖 那Web3的转型必然也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 而且我们都关注这么久了 在未来虽然可能又会看到很多人离场 但是下一次的革新肯定会机会摆出 一定要抓住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 这个Solana创始人Anatoly 发布完这个Solana手机后 与这个彭博的一段采访 然后他会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他会做这款手机 其实你当时有一个招联业在Qualcomm 对你多长时间想到一个招联业手机 我当时我们开始工作在Solana 我们感觉到 大家在世界上使用这些电脑 当然他们会用它们从手机 因为它涉及招联业 因为它有很多工作在确实的确实 它是很明显得 建立所有这些智能 直接进入手机 所以让你的确实是你的电脑 就会有很多意思 现在看完就是这个一个节选 其实就是Anna Tully 所谓的这个创始人 他以前是在高通工作的 所以他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手机开发的方面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背景 和他目前要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结合区块链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为我们去开拓 在web3在手机端发展的 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相信大家看完了 也会有一些感触 如果想去了解 更多的这个Anna Tully的背景 我觉得给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感谢Michael对Sananda造手机的一个介绍 两周之前Michael给我发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跟Michael的心情是一样很激动的 我们都知道 iPhone的出现是互联网 由PC端向手机端的一个开始 或者说是web1向外包的一个过渡 那么这次Sananda发布手机 会不会是加密货币圈里面的iPhone时刻呢 web3想要出圈 或者说要被更多的人手之 需要像微信 抖音这样杀手机的应用 想当年我们从PC互联网转到移动互联网的时候 我们的收获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那些在PC互联网的巨头们 没有及时转到移动互联网的 结局大都不尽如人意 跟不上移动互联网 浪潮的巨头们也是无情地被派死在沙滩上 例如Intel错过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 做出的手机也是差强人意 手机CPU领域也是被高通吊打 国内的百度错过了移动互联网领域 现在BAT已经不被人们提起 人们更多的提到的是 头条、抖音、微信、支付宝 这些都是顺应移动互联网的弄潮 web2的时代是如此 web3更是如此 当然未来的web3不一定只有手机一个载体 但是手机绝对还是最简单和最有效的载体 没有之一 遗憾的是目前为止web3整体还是在PC端开发的 大部分的应用得借助浏览器 像小狐狸Mentamask在PC端很好用 但是移动端目前还没有任何人给做适配 这个市场的空间巨大 利润自然也不用多说 似乎今天的Slanar的安卓手机和Mobile Stack 正在瞄准这个痛点来解决问题 这个手机可以让移动用户在移动端 无缝体验各种web3领域的应用 可以说Slanar这一步棋走的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那么对于Slanar这一新的进展 加密社区Dubb的人对此也是表示欢迎的 人们也是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人们难免地将该项目又一次和以太坊进行了对比 主要还是担心Slanar网络的一个中断问题 其中有一个推特用户叫Venny Layham那个人 赞扬了这一举措 并称这是web3.0领域的iPhone时刻 更是将Slanar作为web3领域里面的苹果 也有一些人在推特指出 Slanar都已经造出手机了 但是以太坊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任何的创新 我认为是以太坊太大了 传大难以掉头 每次变革都涉及到众多的利益 我认为作为这么大市值的项目 任何的大的变动都要仔细地考虑 慢慢打磨产品 这样才会显得更稳妥一些 不过这么一看呢 Slanar这个曾经以太坊杀手的称号 可能又要坐实了 当然有称赞自然就有质疑 Cardano的创始人Charles Hoskinson 便对Slanar这一举措进行了挖苦 Charles发表推特表示 用户需要在Discord上找到7个好友 才能充其手机 Charles似乎想暗讽Slanar会出 跟之前一样的断网事件 当然老查这条推特底下 也有网友启后表示 Cardano链上的智能合约竟然怎么样了 关于Cardano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期视频讲解过 我们也是指出了Cardano上 智能合约开发缓慢的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回看我们讲解Cardano的视频 这里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 我们认为作为Slanar一个竞争对手 老查讽刺Slanar也是能够理解的 当然造手机这么重大的一个进展 怎么样也不会随着老查的讽刺就停滞不前 更多的还是要看Slanar自己的资金是否到位 创始人以及团队的执行力 以及执行效率怎么样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对Slanar造手机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加关注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